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菜县北投基督教堂负责人李建功和妻子丁翠梅 4月14号阻止教堂被强拆时 惨遭施工人员活埋导致丁翠梅死亡 被中国封锁的美国社交网站推特 近日任命陈奎为首位大中华地区主管 有媒体日前曝光 陈奎曾就职于有中国公安部队 背景公司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据维权网18号报道 北京维权人士尼玉兰获得美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后 自13号开始急遭北京警方非法软禁至今 尼玉兰的女儿16号前往尼玉兰的出租屋给父母做饭 也被强制阻拦 广西著名旅游地桂林阳朔县白沙镇15号发生警民冲突 因不满政府分红不公 数百村民连日堵路抗议 遭到上千警力开枪及发射摧毁弹射压 多名村民被打伤 共有超过300人被抓 中国最高法和最高检 18号公布了关于办理贪腐案件的最新司法解释 其中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定义 为300万元人民币以上 涉案者可面临死刑处罚 但如果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 被告仍可获得缓刑两年 直至改为无期徒刑的调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